好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内容 公司债券持有人的权益保护 这个是一个一星级的小考点 做基本的认知就够了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债券的信用评级的制度 债券要不要做信用评级 那债券分为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两类 非公开发行没有强制评级的要求 以前没有 现在也没有 而公开发行的债券 原来它是有一个强制的评级的规定的 但是在新的证券法下 把强制评级也给取消了 所以我们在前面看到 债券的发行条件里面 是没有强制的要求 必须信用达到多少才可以发的问题的 对吧 所以这一块大家首先要明确 不是必须的 但是如果评了呢 资讯评级机构如果为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 进行了信用评级的 你评了你就不能不管 换句话说就是你要有一个持续的关注 公司债券期限如果在一年以上的 在债券的有效存续期间 我们要求应当每年至少向市场公布一次 定期的跟踪评级报告 原来他的信誉级度很高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 这个公司的发展 现在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 有那么强的资讯状况 我们要有一个每年一次的跟踪报告 当然前提是你的债券期限在一年以上 所以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接下来 第二个内容是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 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聘请受托管理人的问题 叫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人 应当为债券持有人 聘请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并且定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好咱们在这儿首先先得知道 这个受托管理人是干嘛的 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其实就是类似于股票当中的 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投福就是我们所说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它是为股票的中小投资者站台撑腰的 那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其实就是为债券持有人去站台撑腰的 那大家想一想 对于公开发行的债券 面向的是不特定的对象 所以你让他们去选受托管理人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操作呀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由发行人 来为债券持有人去聘请受托管理人 好作为受托管理人 要满足相应的资格 首先第一条 说债券受托管理人 由本次发行的承销机构 或者其他经证件会认可的机构来担任 一般情况下就是谁承销就由谁来做受托管理人 好 那么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呢 应当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会员 这不是废话吗 那承销机构能不是会员吗 不是会员 你怎么承销啊 对吧 好 第三条 叫为本次发行提供担保的机构 不得担任本次债券发行的受托管理人 关键的条款就在这儿呢 你得理解原理吧 前面我们讲过了 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就是为债券的持有人去站台撑腰的 将来如果发行人这会出了什么问题 是吧 那如果说他没有按期兑付本息的话 你得站出来去为这些债券持有人说话的 甚至必要的时候 你得赤富上阵要打官司的 那你想想 如果你本身就是为本次发行提供担保的机构 那这个是不是涉及你债券利益了 他如果不能兑现 你得拿出钱来去给他兑现 所以你会真心的去维护持有人的利益吗 那不就乱套了吗 所以提供担保的机构 不能担任受托管理人 那么接下来 第三条谈到的是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不是所有的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针对的是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上 受托管理人有相应的职责 这个职责是这个知识点下 曾经考过主关题的点 一共有八条 主要是最后一条考过主关题 但是最后一条考过主关题 就意味着其他八条当中 还有能考的点 那咱们就一条一条来看 首先第一条 叫要持续关注发行人和保证人的资讯状况 担保物状况 增信措施及偿债的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 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 重大权益的事项时 要召集债券持有人的会议 所以这里边的考点在哪 考点就在第一条 开头的四个字上 叫持续关注 如果告诉你 说作为受托管理人 你得定期的去关注 什么叫定期关注啊 那我一年关注一次吗 也叫定期关注 那这个肯定就不行 对吧 你得持续的去关注 他的资讯状况有没有改变 他的担保物的状况有没有贬值 等等等等 对吧 好 第二个 叫做在债券存续期间内 去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发行人对于所募集的资金 有没有按照相应的 在发行债券的时候的 列出的说明书来进行使用 对吧 你得监督他 好 第三个 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增讯机制的有效性 要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持续关注 并且至少每年向市场公告一次 受托管理事务的报告 跟我们前面 那个提供资讯评级的评级机构 要每年去报告一次 这个资讯的变动情况 也是一个道理 是吧 好 接下来 第四条 叫在债券的存续期内 持续的督导发行人去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还是那句话 持续的 这都是持续要求 第五个 叫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 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 并可以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的保全措施 第六 在债券存续期内勤勉的去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谈判或诉讼的事务 这不都是为债券持有人去站台的事吗 对不对 为他们去撑腰吗 好 接下来第七条 说发行人为债券设定担保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在债券发行前 或者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时间内去取得担保的权力证明或者其他有关文件 并在增讯措施有效期内进行妥善的保管 注意一定是发行前或者是说明书约定的时间范围内 要去取得相应的担保的权力证明 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 好 那最后一条 第八条 这个就是我们说考过的2020年考过一道案例分析题 在第八条上 说发行人如果不能按期对付债券本息 或者出现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违约事件的时候 可以接受全部或者部分债券持有人的委托 干嘛呢 以自己的名义去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民事诉讼 这个呢叫做代表诉讼制度 对吧 那么参与重组或破产的法律程序 或者代表债券持有人 去申请处置 抵 质押物 所以在劣势的这八条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当中 大家一定记得 它的根本出发点 是为债券持有人 去站台撑腰 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出发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 第四个内容提及受托管理人的权利 你既然给了人家那么多的职责 相应的你就要赋予一定的权利了 如果没有对应的权利 它的职责是履行不了的 是吧 所以这块就特别强调了 说受托管理人为履行受托管理职责 有权代表债券持有人 去查询债券持有人的名册 以及相关登记信息专项账户中 募集资金的存储与划转情况 证券登记计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这不是废话吗 你在前面要求人家要持续的去监督 这个他有没有按照募集说明的约定 去使用资金 那现在查都不让查 我怎么去监督呀 对不对 所以既然让我监督 你就得给我相应的知情权 就是这样 好 搞定了受托管理人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内容 债券持有人会议 对于债券持有人这个名词 我们在之前是解释过的 对吧 我说一群持有股票的人开的会 叫什么 叫做股东大会 那公司的重大的经营的决策 一定是由股东会拿大主意的 战略性问题 对吧 那一群持有债券的人开会 叫什么 叫债券持有人会议 那你想想吧 凡是跟我们本次发行的债券 有关的重大问题 那最终拿大主意的你说是谁 一定是债券持有人会议 对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呢 我们要求大家从两个角度掌握 一个是什么情况下 我们就应当召集 债券持有人会议了 还有一个就是 在召集人 没有履行召集职责的情况下 那作为债券持有人 可以自行召集的情形 其中呢 自行召集是考过主官题的 既然他考 那前面应当召集的情形 也是可以考主官的 至少这个内容摆在这 考客官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此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相对重要的考点 所以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和记忆 我们在前面给了一个记忆的提示 你就按照这个大方向去记就行了 首先第一个 就是你变更重要的约定 包括债券募集说明书上的约定 包括债券持有人会议本身的规则 包括债券受托管理人 或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的变动 那跟本次发行债券有关的重大的变动 你告诉我谁拿大主意 债券持有人要拿大主意 所以咱们得开会决定 对吧 好 接下来第二类 是发生了重大的无力变化 这里边关键在于两块 一块是他必须重大 一块他不是所有的重大变化都得开会 必须得是不利变化 如果是有利变化 对我有利不用开会 对吧 对我不利 我们要开会讨论一下 应对的方式和对策 所以你看第一条 说的是发行人 减资合并等可能导致 偿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 那需要决定或者授权采取相应措施 有增资吗 没有增资 因为增资是有利变化 对吧 减资 他会导致偿债能力的降低 合并 他会导致债务人数量的减少 这都是属于对债权来讲不利的变化 好 第二个 保证人担保物或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发生重大变化 保证人换了 你告诉我风险增不增加 担保物的价值降低了 那风险也是要增加的 所以要开会 对吧 第三个 是发行人的管理层 不能正常履行资格 发行人的管理层 不能履行正常质责 就意味着公司的经营管理 发生严重困难 董事互相扔鞋 对吧 那一旦公司的经营管理 都发生严重困难了 你告诉我 他的偿债能力 会不会受到影响 导致发行人 债务清偿能力 面临严重 不确定性 这都是重大的 什么变化 这两个字最关键 不利变化 你有了这个方向 你去记就很简单 好 那么再往下 第三类 是发行人 无利清偿 前边的这些 重大的变动 重大的不利变化 是吧 那它是可能导致 到期 无法还本复息的 那到了这儿 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我确实还不上了 你告诉我要不要开会 当然 得开会 是吧 包括发行人 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发行人提出了债务重组的方案 求饶了 是吧 第三个 发行人 分利 被托管 解散 申请破产 或者依法进入了破产程序 这些都是要开会的 好 再有就是 有人提议召开 有人提议召开 随便一个人就能够提议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吗 我们说 不是 谁有资格提 第一个 是发行人 他有资格提议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二个 是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本期债券总额 10%以上的 债券持有人 书面 提议召开的 这个跟我们 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开条件 是不是一样的 那块是持有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这块呢 是持有10%以上 债券的持有人 都是单独或者合计 所以这里边 如果说要考主管题的话 最有可能考的是这一条 为什么呢 因为债券持有人自行着急 这个点 2020年考的主管题 你看他的表达 说债券受托管理人 应当召集 债券持有人会议 但是没有召集的情况下 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本期债券总额 10%以上的 债券持有人 有权自行召集 债券持有人会议 你看跟上一条 提议召开那一块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呀 包括在公司法里边 我们考提议召开 临时股东会 临时股东大会 他的玩法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呀 所以这个比例 就请同学们 好好的去关注吧 这两块 都是要做主管题准备的 重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17年的这道多选题 这道题说 下列个项中 属于债券受托管理人 应当召集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应当召集的情形 我们给了几个分类 首先第一类 是你变更重要的约定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 是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 是发行人 无利清偿 然后第四类 就是有人提议召开 那我们有了这四个方向了 看选项 A说你变更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 这个是属于 第一类 你变更重要的约定 可以开会 B选项 发行人 你增加注册资本 这个是属于第二类 重大变化 但是它是不利变化吗 不是 是吧 如果是减资 属于重大不利变化 增加注册资本 只是重大变化 但不是不利变化 所以这个不开会 C说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 这个也是属于重大不利变化 递选项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这是属于第三类 还不上钱的情况 第四类 提议召开的 两类人一定记准 第一个是发行人 第二个是谁 单独 或者合计 持有本次发行债券 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 提议召开 比例一定记准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ACD了 好 那接下来 搞定了一般债券了 我们再来看 可转债的发行 可转债的发行啊 这个内容在主关题考核当中 考核的频次是比较高的 所以原则上 我们是应该给三星的 但是今年呢 我们给它降了一下 我们今年给到了两星 给两星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可转换公司债券 你告诉我 它转换成什么玩意儿 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不是你转换成股票吗 是吧 由于它要转换成股票 所以你就得看 你是在哪个板块发行可转债 如果你在主板发行可转债的话 那你转换成股票 你是不是得满足主板发行条件啊 而主板发行条件 它是核准制的呀 教材是按照核准制写的呀 那我们现在是注册制规定了 所以它受影响了 因此呢 从星级的重要性上 我们就给它降了一下 但是本身整体看 可转债是属于比较重要的考虑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主板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情形 从发行条件上来讲 首先它要满足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你要发行可转债 你得先符合发行新股的一般条件 这不是废话吗 因为可转债将来是要转换成股票的 是吧 那你转换成股份 那你当然要满足新股发行的一般条件了 而新股发行的一般条件以前是考的 以前是结合着要考的 但是今年这个点它就考不了了 考不了了 但是下边的这些条件是可以考的 因为这些条件它是没有变的 好 那么对于具体条件来说呢 我们要分为你发行的可转债 到底是哪一类可转债 是一般的可转债 还是分离交易可转债 如果是发行一般的可转债 我们要求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条 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得低于6% 而且是按照扣除非经常性损移后的净利润 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 以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 第二条 较本次发行后 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得超过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额的40% 第三个叫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这三条里边你对谁最熟 你对谁最熟 咱们先解决谁吗 你是不是对第三条最熟啊 因为这是发行债券的 向这个专业投资者发行债券的一个基础条件吗 对吧 就是最近三年的可分配利润 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利息 我们要考虑复息能力的 对不对 所以这条你是最熟的 而这一条我告诉你们 就是它是考过案例分析的 2020年在这个点上考核了案例分析题 那接下来剩下的两条怎么去解决呢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两条啊 其中第一条 第一条是属于发行星骨的狭义增发的条件 它就是核准之下股票的狭义增发的条件 大家想一想啊 为什么要有这种条件 它考虑的是什么问题 很简单 它考虑的是你给股东赚钱的能力 所以你看它 看的是哪个条 哪个财务指标 你就看出来了 它看的是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不就是你们财管上的 那个权益净利率吗 权益净利率 母子率吗 以净收益为分子 就是你的净利润吗 以净资产为分模 所以你告诉我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就是股东每项公司投入一块钱 你这个公司能给股东带来多少收益 我们要求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能低于6% 为什么 因为你发行可转债就相当于是一种融资 相当于发行新股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要从我股东的手里边再往外掏钱 那我就得考虑考虑了 我把钱投给你 你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收益啊 那如果我不投给你 我投给别人带来的收益 如果比你更大 那我就不投给你 因为你风险大 对不对 所以考虑风险和收益的一个平衡 那大家琢磨琢磨 正常情况下投个理财 稍微好一点的 是不是还能三点多的收益呢 这是现在降了 以前好一点的时候 能达到四点多甚至五呢 所以你说我去购买你的可转债 是不是比买理财的风险要高啊 所以你的收益率是不是比这个要略高一些啊 因此我们考虑到的 给出的一个定位就是6% 那么凡是涉及到净利润的问题的 都是按照扣非后的净利润和扣非前比 以低的那个作为计算的依据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了 前面我们也解释过了 在这不废话 所以这一条实际上是一个狭义增发的 增发股票的 好 接下来第二条 第二条是什么 它是一个老制度下的债券的发行条件 老制度下的债券发行 它要考虑债资比的问题 说你 本身的这个利润情况是不错 但是如果你的财务杠杆不合理 是吧 那你的负债太高了 那这种情况下 对于你的还款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在老的制度下 对于债券的发行 我们给了一个债资比的比例 就是40% 说本次发行后 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 以及期末净资产的40% 那新制度下呢 对于债券的发行的一般条件里边 把这条删了 但是呢 在可转债这一块依然就保留了 所以这三条 我们就给了大家一句记忆的口诀 一般情况下 发行一般的可转债 叫一股看收益 二债息于比 什么意思 就这三条里边 有一条 是涉及新股发行的条件 有两条 实际上是债券发行条件 对吧 你不是 可转换公司债券吗 所以你本身是以债券做底 所以债券的条件两条 但是你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股票 所以有一条是股票的条件 那股票这个条件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还不是看收益吗 是吧 6%吗 那么二债息于比 两个债券的条件 息的条件 是最近三年 平均可分配利润 不低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而比是什么 比就是债资比 是吧 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净资产的40% 这不就是债资比吗 对不对 所以一股看收益 二债息于比 这个条件就搞定了 好 接着往下来 是分离交易可转债 对于分离交易可转债 首先你先得明白 它跟一般的可转债有什么区别 一般的可转债 在转换条件达成的时候 作为这个债券的持有人 他可以选择将债券转换为股票 好 那么一旦将债券转换为股份 转换为股票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作为我们的可转债的发行人 他还需要去还本 还需要去付息吗 他就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了 就债权就转换成股权了 对吧 但是所谓的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他实际上是在发行债券的同时 又绑定了认股权证 然后一起去发行 那么发行之后呢 在上市交易的时候呢 债券和认股权证 他可以分开进行交易 他实际上是属于一次发行 两次融资的那么一种融资方式 正常情况下 你比如说我发行一个债券 那么我这个债券呢 这个比如说我们定的这个年利率是6%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发行的是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因为我辅了认股权证 那么所谓认股权证指的是持有认股权证的人 他可以在一定期限内 以事先约定好的价格 去购入发行公司一定股份的那么一种权利 那将来如果我的公司股票涨了 你也可以按照我们事先约定好的价格去买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在发行债券的时候 这个利率我就可以定低一点 比如说我定到利率为2% 然后同时加上一个认股权证 那我的把他们两个绑定在一起去进行发行就行了 那么发行之后呢 他们两个是可以分开交易的 是吧 两次融资吧 那么分开交易的情况下 认股权证单独交易 所以即使认股权证交易出去之后 那么对于这个债券有影响吗 不影响 我仍然可以持有 然后享受他每年的利息 只不过利息低一点而已 2% 对吧 然后到期我还可以获得本金 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会发现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它面临的 就是发行人面临的负息的压力 会比一般的可转债要大 因为一般的可转债 它一旦选择行权 它一旦选择转换为股份 那我们就没有还本负息的问题 而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它及时选择行权 那债券这一块 你该负息还是得负息的 对吧 而且这种情况下 那发行的条件会更为严格一些 因为你是属于一次发行两次融资 所以它更适合于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 因为它更适合于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 所以我就得罪你的规模有要求 因此它首先多出了一个第一条 叫做公司最近一期期末 为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要在15亿元以上 这就意味着你的公司的规模比较大 同时净资产的规模大 也意味着你的还本能力强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二条 说的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这个条件不用我再多说了 你发行任何债券都要考虑负息的能力 对吗 好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条件是一个二选一的条件 就是这个条件 两个你只要满足一个就可以了 其中第一条 叫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平均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利息 第二个 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 好 同学们 第二条我们也说完了 这个考虑的是什么 考虑的是我投资你 对吧 他的赚钱的能力比投资于其他公司要高 我的收益会好 那么第一条考虑的是什么 考虑的就是你虽然年均可分配利润 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但问题是你如果都是应收账款 你没有相应的现金流 你拿什么来付利息 对吧 所以这块呢 是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角度 做的进一步思考 那这两条我们要求你至少要满足一条 当然考虑净资产收益率还是按照扣非后的净利润 和扣非钱比低的那个作为计算的依据 所以对于分离交易的可赚债 我们也给大家一个记忆的扣诀 叫做公司规模大一股二选一 一债看复息 公司规模大指的是什么 你不就是针对规模较大的公司才可以发行吗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强制的净资产的要求 就是净资产不低于15亿 对吧 那一股二选一 你会发现剩下的两个条件里面 一个是债券的条件 一个是股票的条件 其中股票的发行条件里边 它是二选一 哪二 金融活动现金净流量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要么是金融活动现金净流量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利息 要么就是净资产收益率不低6% 对吧 那一债看复兮没什么说的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 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这两块内容是可以考主观题的 我们对应的给了大家两句口诀 口诀有好好看清楚口诀对应的事项是什么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发行的障碍 发行障碍没什么说的 满足其中之一 你都发不了 无论是一般的可转债 还是分离交易可转债都发不了 第一个叫本次发行申请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发行说瞎话 你告诉我你能发什么 你是能发股票 你是能发债券 什么你都发不了 对吧 所有的发行账案例都有这一条 好 第二个叫擅自改变前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的用途 而未纠正 改变我们的这个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 应该是经过债券持有人会议来决定才可以 那擅自改变了 而且又未纠正 导致风险增加 不允许再次发行 第三条 上市公司最近12个月内受到过证交所的公开选择 第四条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最近12个月内存在未履行向投资者做出公开承诺的行为 这是吹牛是吧 这是12个月被骂 被谁骂 被证交所骂吗 公开谴责不就骂吗 是不是 12个月被骂加吹牛 还有第五条 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因为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证件会立案调查 正在被侦查 正在被调查 还没有明确结论呢 是吧 最终的结论很可能是一些重大的违规 所以不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内容 科创版和创业版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 这一句 前面第一条讲的是主板上市公司的发行条件 那那块的条件一定会更高一些 到了科创版上一版的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 它的发行条件就会低很多了 因为它执行的是注册制了 所以首先看到基本条件 说上市公司向不特定的对象或者特定对象 去发行可转换债券 应当遵守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或者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应符合的条件和情形 你说这个跟主板上市那个有什么区别 主板上市那个你要满足主板上市的股票排行条件 而如果你在科创版和创业版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 它也要转换成股票 那转换的就是科创版和创业版的股票 那当然你要满足在科创版和创业版发行股票的条件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注意一下 如果按照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上市公司 它是通过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方式进行公司债券转换的是除外的 公司债券转换的途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发行新股转换成用来去转换债券 第二个呢 就是我回购旧股用来转换债券 在公司马里面 咱们讲过公司不得回购本公司股份 但是意见合理可为之 对吧 那那个可字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代表可转债 用于兑付可转债吗 对吧 所以跟大海就结在一起了 如果你是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方式进行可转换债券的转换的话 它没有新股的发行啊 所以当然不需要去满足新股的发行条件了 但是如果你是以发行新股的方式去进行债券转换的 那当然就要满足新股发行的条件了 就这么点 对吧 好 基本条件看完 咱们再来看具体条件 具体条件比较简单 三条 第一条 叫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这是最基础的条件吧 家庭好 啥也不说了 好 第二条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 足以支付债券一年的利息 最基础的债券发行条件吧 考虑复息能力 这有什么可说的 好 第三条 叫做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 在干嘛呢 它就差说具体比例了吧 我们在前面主板发行里面有具体的比例 其中如果是一般的可转债 它有一个累计债券余额 那不能够超过最基期末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40% 这不说的就是资产负债结构吗 债资比合理的问题吗 是吧 然后在分离交易可转债那样 我们不就谈了吗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额 那要达到债券一年的利息 这不就是要有正常的现金流量吗 你不能光有利润 全是应收账款 你没有现金 你当然也付不了利息 对不对 只是这块 它没有再去过分的强调这个比例 淡化了比例的要求 但是它依旧有内容的要求 所以你告诉我 这三条如果要考能考你哪条 如果要考最多也就是第二条能出息 因为一三两条没有具体的数字 好了 接下来发行障碍 这个发行障碍就简单了 两个 第一个就是对已经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 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 仍处于持续状态 这个你别说发行可转债了 你就是一般债券 它也是个发行障碍嘛 对不对 第二个叫违反规定 擅自改变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所募集资金的用途 没有经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擅自改变 对吧 所以这是两个最基础的条件了 这些发行障碍要知道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内容 可转债的期限 面值 利率和担保的要求 这块内容 期限面值和利率 作为客观题准备 担保是主观题的重点 其中期限最短是一年 最长是六年 一到六年 面值呢 每张的面值是定额的一百块钱 最大面值人民币就是可转债的面值 第三个就是利率 利率呢 由发行公司和主乘销商协商确定 但是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是吧 您不能高利贷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三条里边 第一条和第二条是可以考客观题的 然后第四条担保的规定 是主观题考点 我们单独来看 分别呢 是从四个角度来谈 这四个角度 有三个角度都考过主观题 其中强制担保 2020年 靠的案例分析 担保方式和担保人 他们俩 2021年 靠的案例分析 那咱们先说强制担保的规定 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应当提供担保 但是最近一期期末 经审计的净资产 在15亿元以上的公司除外 因为你是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面向的是不听的对象 所以我们要求你要提供增信 因此正常情况下要担保 但是如果你的信誉度已经很高了 拿什么来证明 拿净资产来证明 我净资产规模很大 是吧 在15亿元以上 那这种情况下 就不再需要额外的增信机制 就可以不提供担保了 所以考试的时候一定看清楚了 他的最近一期期末 经审计的净资产 有没有达到15亿 没有达到15亿 他没担保就是错的 有了15亿没担保 那就是可以的 对吧 好 第二个叫全额担保规定 还没有考过主关题 叫做担保范围 包括债券的本金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这个在前边 物权和合同学完之后 在这儿不用特别的拘迹 是吧 这不就是保证担保的范围 和抵押担保的范围吗 是不是 好 接下来担保方式 以保证方式提供担保的 应当为连带责任保证 如果是一般保证 这是不允许的 而且保证人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应不低于其累计 对外担保的金额 你的净资产 你要能够履行担保责任 所以不能低于 对外担保的金额 那如果是设定抵押或者质押呢 抵押或质押的财产 它的估值 应当不低于担保的金额 所以我们在讲流压条款的时候 流制条款的时候 我们才说它是流氓条款 就是因为抵押物的价值 通常是高于债权的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对吧 好 那么最后一个特别记 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 它不具有担保的资格 所以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 是不能够作为发行可转债的担保人的 对不起 不可以 但是有一个例外的 上市的商业银行是除外的 所以上市的商业银行 是可以作为担保人的 好了 看题 这是2022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说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 最长是多少年 最短是多少年 最短是一年 最长是六年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C选项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可转债 转为股票的情况 可转债 转为股票 从转股期限上来讲 不能够马上转 注意 可转换公司债券 自发行结束制期六个月 看清楚 后 才可以转换为公司股票 那转股期限呢 由公司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 存续期限 及公司的财务状况来确定 那你可以在发行结束之后的 八个月 十个月 甚至超过一年 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短于六个月了 是绝对不允许的 转换期限 2020年考了主管题 其实这种题出题是非常简单的 也是我们出题人最喜欢的方式 他就给你一个发行期限 他给你一个发行结束期限 然后再给你一个转股期限 上去就让你判定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就看这个期限 两者之间 有没有超过六个月 好 接下来就是转股价格 首先要明确转股价格的下限 以及修正的要求 说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的转股价格 应当不低于债券募集说明书 公告前20个交易日 发行人股票交易的均价 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而且不得向上修正 那上市公司如果是向特定的对象 去发行可转债 他的转股价格应当不低于 认购邀请书发出前 20个交易日 发行人股票交易的均价 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而且不得向下修正 所以你会发现 转股价格的下限是什么 它是双下限 就是不能够低于 20日均价和上一交易日的均价 这两个均价都是不能突破的 20交易日均价在这 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在这 那么对不起不能突破20交易日均价 那如果20交易日均价在下边 前一交易日均价在上边 那么对不起就不能突破 上一交易日均价 两个都不能突破 而至于到底是不能向上修正 还是不能向下修正 很简单 这就是一个电大七克和克大七电的规则 向上修正 对谁有利 对发行人有利 因为转股价格高 那你一张债券 那你比如说我50块钱一股 对吧 那你一张债券100块钱面值 你就能转两股 但如果我是100块钱一股呢 那你一张债券 这不就只能转一股啊 所以向上修正对于发行人是好事 对吧 因此呢 如果是向不特定对象 中小投资者 对吧 谁大 上市公司大 他小 这不就是客大七电吗 所以他想向上修正 法律给你卡死 不允许你欺负人 好 那如果是向特定对象发行呢 特定对象 战略投资者 上市公司 哈着人家 靠着人家 所以谁大谁小 上市公司小 特定对象的 是吧 那 电大七克 反过来克大呢 就七电 所以他要求你这个转股价格 给我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还得给我往下降 降再降 对不起 卡死你 不允许向下游动 就是这样啊 好 接下来是调整转股价格的问题 调整转股价格呢 他分为法定调整原因和约定调整要求 他有法定调整的情形和双方当事人约定调整的情形 法定调整就是发生的这些情形你就必须得调整转股价了 当发行人发行了可转债之后 如果是因为配股增发送股派息分离以及他原因引起上市公司股份变动了 那应当同时调整转股的价格 导致股份变动价格降得非常低了 是吧 你配股的 你增发的是吧 那这种情况下 当然对应的价格就要调整 好 所以法定调整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关键是在于约定调整的要求 作为债券募集说明书 如果约定了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公开发行 不能向上修正 但是是不是可以向下修正啊 但是向下修正有没有下限 当然有下限了 所以注意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也得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 该公司股票交易金价和前一交易日的金价 就是你向下修正也不能突破下限 同时修正转股价格需要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需要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涉及到发行股的问题 发行股当然就得是三分之二以上 而且如果是股东大会表决的时候 对于持有可转债的股东 这个是要回避的 因为向下修正对于持股股东是有利的 就持有可转债的股东是有利的 他一定会投赞成票的 所以有关联你就得回避 而这个约定调整的要求 这个内容在2020年是考过主关题的 所以像这些具体的你会发现我们喜欢考的条款是什么 就是具体的有数字的具体有比例的 这种点就是我们初题人喜欢考的点 对吧 好 接下来 前面不是转股了吗 那下面就是我不转股 对吧 转股不合适啊 股票跌了呀 我不转股 我持有指导器 可不可以 可以 可转换公司建议持有人 如果不选择转换为股票的 那上市公司应当在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满后五个工作日内 办理完毕 偿还债券余额本息的事项 那这个期满后的五个工作日 靠不了主管题 最多就是一个客观题的小点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一章的客观题 是不是特别喜欢考这种具体的数字和时间 所以这种核心时间点 这个在考前是要记得啊 就一条也谈不到什么总结的问题 就它了 靠 Brooke 深圳 感觉 我们公平遇 下方四百区 立件 再分架 按观看 记得 twice active